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來錄一個知識谷譜 我們試看看 那其實待會你可以發現錄下來之後 這邊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裡 如果你用全動式的有錄影的有沒有發現這裡不一樣 有 好我們來實際操作一下 開一個新的專案 那我就用第三個 其實你用全動式也可以 那全動式就沒有分段 就是一個時代 那如果我用這個 我們先試看看 好這個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副檔名是哪一種 這叫APPROJ Adjust OK 好那我就按 開始 那麼 我就用全螢幕的 好的現在已經開始錄了我們就來試看看 你看喔 這個 不過事實上 這個功能在哪裡 在去年 還是前年 美國的版本 就有了 台灣的還沒有推出 台灣的是今年才推出 知識圖筆 平常大家找關鍵字都怎麼找 我怎麼老問這種 很基本的問題 直接關鍵字就打進去了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看看 找一下我們 名字 好 點下去 但是哪裡是知識圖筆 在這邊 平常大家找一個關鍵字的時候是不是都從這裡找 因為他就給你一堆內容嘛 那你自己過濾 事實上 知識圖筆在哪裡 在右邊 各位有沒有發現 學校的基本資料已經有了 對吧 這個叫知識圖筆 以前右手邊事實上不是放這個 放的是什麼 就是來自 病的 來自別的搜尋情 Wiki 找到的內容 現在呢 他就把這些 集合起來 所以 這個 知識圖筆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在什麼 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我們以前的話是 你丟一個關鍵字 收尋情盡可能的把所有相關的都丟給你 不管有關或沒有關 反正只要提到關鍵字的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一般在看百科懸殊 就比較不一樣 百科懸殊是比較有整理過的 像我們現在維基百科 也就是說我在查某一件 人事實地物的時候 他是先把相關的都整理起來 那你有一個比較整體概念之後 你比較容易從裡面再又找到其他相關的關鍵字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一個 蠻長的經驗就是 用錯關鍵字 所以找不到你要的資料 有可能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看喔 我們這個其實 學校的資料目前還比較少 我們找找 別人 好不好 這個很多嘛 找了他 你看有他的照片對不對 有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是 身高體重 在哪裡出生的 真的都知道 事實都先弄好了 也許這些資料你可以從左手邊找到沒有錯 但是 你是不是要找一段時間 他會有 你如果不知道的事實上有可能 你就 找不到 沒有出現了 好他用過專輯 然後呢 跟誰有關係 男的你可以不認識 但是女的你一定要認識嘛 今年你有出現啦 對不對 好 但是 重點來了 很多人都只看到這裡就沒有了 事實上還有一個很大改變在那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跟他有相關的 這時候你按了之後 雖然我按了蔡依林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變他的 可是相關的人有沒有一併都列出來 雖然剛剛只有三個 事實上不只三個 他跟他也很好嘛 對不對 再找 點了 有沒有發現下面又變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知識主婦把 收訊體 變得什麼 更聰明一點 更接近我們的所謂的百惠懸殊 只要你就可以從點子由線而面 找到更多資料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別的 剛好現在中文的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再找就比較 以前的話我們是 只能用英文的關鍵字去英文的Google 去找 才有 當然也許他整體還不是非常多 但是 你會發現慢慢的越來越多之後 這個東西我們再找就對我們有很大幫助 好 我講解完了 請問 結束錄影要哪一個 還有 END對不對 END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好多slide 對不對 那我只要畫面上有變動 畫面上有變動 那他就會幫你把他做一個 拍照的動作 所以 這裡 他還告訴你說點哪里點哪里有沒有 點錯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看 好那麼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有喇叭的就是我在那有講解 對不對 那我們往下看 因為這裡我有用拖曳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變成 這樣子 有這個 影片 這一段就是影片 好那這樣子看得清楚之後呢 你可以實際撥看看 點到他 我們可以直接 這個是有撥這一頁 在這邊 有沒有其實你看到這個 你先看下面這裡 有一個叫幻燈片對不對 幻燈片就拍照的那一層 下面這個其實如果你有用過像Photoshop啦 在我們上個禮拜Photocap啦 Flash啦 事實上他有點像Flash 他每一個你看游標的路徑 也是一個塗層 點哪裡哪個形狀這都是一個塗層 好那這個呢稱作關鍵一個 稱作關鍵一個 所以錄音 錄音也是這裡有沒有 他變成一個 所以 用這種方式有個好處就是 專案是可以共同編輯 錄影的話如果假設我是 單純錄影 那那個 就是那個品牌嘛 所以如果不是肯德基的 那個廣告有沒有 差一點點就不是肯德基 那個一聽就知道 可是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就是可以 多人去共同編輯 而且你可以做所謂的後製 這是他的好處 所以 你可以很單純的像這樣去做 萬一哪一個時代有問題 你可以像這樣 請問 偶爾片的切換是不是像這樣子 一樣的 對不對 萬一不要的 就 刪掉 或者說 萬一我有漏的 可以再補進來 可以再補入 所以你看我們在插入的時候換燈片 有沒有可以插入空白的換燈片 或插入物件 可以像這樣去做 這樣你應該就比較清楚 比較清楚 那我們現在呢 你現在會錄了之後 我們先發佈一個給各位看 好不好 發佈一個這個 你看 他的發佈功能在這邊 在這裡 看你要發佈成什麼格式 就是 原則上如果你現在 目前唯一有問題的應該是PDF 就是 假設我剛剛那裡面有中文 那你直接變PDF的話 他那個中文會變亂 就是會 變那個 口字型 就是變一個 一個框框一個框框 他等於中文字型沒對到 可是其實其他的都OK 所以 你看我們現在OBIS不是可以直接另存著PDF嗎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我現在不要做這個我直接做我們後面這個 因為這個跟我們做教材比較關係 這個 你可以直接變Flash 後面這個是Flash 也可以直接變Agent Agent就是互動式的 我變了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好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要做所謂的示範 指導 練習跟測試 什麼意思 可能有些老師如果你是教要 考那個證照的 要考證照是不是有很多所謂的模擬題 老師可以講解一次 你可以錄過一次 但是 同學要練習的時候你不需要他直接就看答案 所以他這邊有 可以做所謂的練習 指導的就是有提示的 要按哪裡 所以剛剛那個自動抓進來 如果是練習就沒有 測試也是沒有 就是沒有那些提示 OK 我就先單純一點 單純一點 只有示範就好 OK 那我就按會出 是 這時候他就開始輸出 利用他輸出的時候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這個上面做的事情 就是一樣 在這邊做的 在這邊做的 第一個 你 有沒有看到這個網頁 他輸出就是這種網頁 因為我後面講這個 我就直接用他來給你看 只是我在這邊有再多 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他一些內容 那他輸出就像這樣 然後呢 示範 像這樣子 點一下 你就會看到右邊就是 這是時代的名稱有沒有 時代的名稱 那你可以像這樣互動的點一下點一下 可以這樣跳著看 跳著看喔 那 我看一下這裡輸出完了有沒有 壞了 他輸出之後會變成一個資料牆 會變成一個資料牆 好已經做好了 把它打開 有沒有知識图符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專案的名稱我就打 可是這裡我沒有寫 這裡我沒有寫 所以出來就沒有 好一樣示範 這樣右手邊是不是會看到 你講解到哪裡 幾分鐘然後你 打入什麼字 這樣清楚了嗎 那右手邊這個呢 待會我們再跟各位講說 這裡要怎麼改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不太適合 對不對 他自動幫我們抓主題嘛 那 你操作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希望右手邊這麼大 你就可以把他的量 放到最大之後 右手邊 這樣可以收起來 這樣操作 看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有時候全螢幕這樣比較方便 OK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 您來試看看 把它 做一個 比較基本的輸出 看看 知識福果那個 你真的可以玩一下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學東西 順便電集 錄影 你在這兒 我幫你 在這兒 有些人